我記得陳惠森第一次跟我說他要做Fat Pick的時候 他說要增肥幾十磅 我當時有點擔心 真是為藝術犧牲得很徹底 同時也是擔心他的身體狀況 但是看完第一次之後覺得 這一切犧牲都是值得的 我很高興現在有第二次讓大家一起目睹這個情況 但是肥妹都會有進步 這次不需要再增肥幾十磅了 而是他的心胸更廣 令到更加多人知道Fat Pick是一回什麼事